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今天另一位朋友要從台灣前來跟我們約中午會合 所以上午的行程安排不能跑得太遠 決定使用督點環川線一日卷 在一日之內可以無限次乘坐督點環川線的所有車次 單乘乘坐一次需要170單 只要搭乘三次就可以回本囉 遇到可愛的柴犬 出國在外我一來開啟柴犬雷達 讓一整天的心情更加美好 現在就跟著我們一起搭上督點環川線 尋找日本舊時代的懷舊氛圍 來一場鐵道懷舊之旅的半日遊吧 下車後就直直走穿越寧靜的捷島 就可以抵達歷史悠久的施利名校找到田大學 位於日本東京都新宿區 創立於西元1882年 創始人承認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大威崇信 創校宗旨是為日本的現代化培養人才 找到田大學創立之初 校名為東京專門學校 1902年才改名為找到田大學 都店黃川線銀日券可在都店銀燕所購買 也可以直接在列車上跟列車員購買 只要每次上下車之前出事給列車員看就可以囉 鬼子母神社前是保佑孕婦孩子的神社 傳說鬼子母本來是個惡鬼 為了養活自己的五百個孩子 所以就在人間殺害別人的嬰孩作為食物 後來佛祖把他的小孩藏了起來 讓他將心比心之後感化了他 因而成為了孩子的守護神 沒想到這裡還有個神秘的故事呢 這裡還有一間小小的商店可以逛逛 周圍充滿寧靜悠閒的氛圍 旁邊有數十座紅色鳥居圍繞著很適合拍拍照 增添相片裡活潑的構圖 在這待了一段時間欣賞美景後 我們就準備回城樓 準備從鬼子母神社前站 走回東磁帶視定木站 都店荒窗線總共有30站 有時間其實可以再安排多去擠上逛逛喔 可惜後面我們還有別的行程安排 所以要趕回池袋車站與朋友會合 不然覺得搭乘路面電車可以欣賞沿途東京街道的景色 算是在喧鬧的東京裡另一個有趣的旅遊方式 漫遊東京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旅遊東京的同時 途中居住北京的附近 這就是為了山羊羹,順頭安排 旅遊東京的附近 旅遊東京都人都買歸流 旅遊東京都買來 旅遊東京的附近 旅遊東京的附近 下午我们就来到东吴百货磁带店逛逛 首先我们先去Edition的柜位逛逛 买了日本化妆师朋友推荐的完美闪色遮瑕盘 当时Edition还没有引进台湾只能在日本买 也帮朋友买甜美彩妆品牌Ledue的本饼 东吴百货磁带店也有日本高级刷具品牌白凤糖的柜位 所以我们也来逛逛 池袋车站附近真的相当热闹 有池袋东口西吴百货 池袋西口东吴百货和地下街可以逛 阳光60条通商店街也有很多商店药妆店可以学评 想要买电器三星用品可以去逛B Camara和三田电机 附近还有Lara Uniqlo GU ABC Mart等店 商店真的多到一天逛都逛不完 日本早上7点就起床准备迎接美好的一天 今天使用东京地铁二日券 不需要耗时排队购票 一票在手就可以在二日内无限次达成 可以省一些交通费尽情畅游全东京各大景点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来到明治神宫 明治神宫是位于日本东京都涉谷区的神社 供奉明治天皇与朝宪皇太后的临位 这里占地拥有70万平方公尺的超大绿地 可说是东京市区的中央公园 可以让匆忙的都市人暂时放慢脚步沉淀心灵 刚好遇到在明治神宫里身穿日本传统服饰的新郎新娘 在庭院里拍摄结婚照 明治神宫的本店庭院里有种植两颗连在一起的夫妻宿 今天有婚礼进行 有神社的公司在前桶引入美丽的巫女香水 新娘穿着名为白无垢的传统服饰 新郎穿全身合幅和平布斑纹折群 从没看过日式传统婚礼的我们 真的觉得很新鲜 参观完明治神宫后 接下来我们往逐夏通的方向前进 这里聚集了许多服饰、饰品、美食等潮流产品文明 吸引不少年轻人及游客到访 我们终于来自传送中好吃的东京池袋无底家拉面 想要品尝美味的拉面就得提早来排队 排了超过30分钟的队伍 尝到无底家的拉面真的非常好吃 面很Q弹 搭配浓郁汤头真是绝配 使用优惠券还多了一颗糖心蛋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